好,很快就讲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在例子3.2 在 page 68 页 这些资料你可以自己看 重点就是你要把 cm 转为 meter 你留意为什么要转为 meter 原因是因为 我的 thermal conductivity 都是用 meter 做单位的 per meter A part 就是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一个 cold light 温度是 15 度和 负 5 度 15 度是在里面 负 5 度是在外面 好,就问一个问题 Direction of heat flow 是哪里去哪里 一定是由热的地方去冷的地方 所以一定是由 indoor 到 outdoor 故似它一定是 loose 因为由入去,在里面走到外面 好,那就搞定了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那个 U-value 那个 U-value 其实就是 之前学过的就是把 thermal conductivity 除回 thickness 这样,那你就带回那些数字下去 就会计算到那个 U-value 出来 好,接着就是第三部分 Rail of heat flow Rail of heat flow 基本上都是带回那条式下去而已 就是 U-A delta T 可以吗?那你就会计算到这个数字出来 可以吗? 好,接着它最后一个部分就是问你 有什么办法可以减低热的热的热度呢? 那其实它就标准了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增加墙的厚度 如果那个 D 增加了 那就是这个增加了 那变成了 U-value 就会下跌 那它存结都会存得慢了的 power 可以吗? 好,第二个方法就是 它用一个 good insulator of heat 去制作 inner wall 那这个就会令到那个 thermal conductivity 下跌 那就令到这个小了 那变成了 U-value 都会小了 所以它的存热都会强了 好,那这个就是 example 3.2 好了,接着就会讲多个 example 那就是第四条那里 第四条那里就是这样的 它说有个 circular metal disk 那就是5mm 可以吗? 好了,这5mm的 thickness 那其实它的 radius就是5cm 那它说这个 circular metal disk 其中一边就是0度 一边就是10度 那这个 thermal conductivity就是这个 好了,接着就问一个问题了 它就问那些冰要三分钟里面 有多少冰会溶掉呢? 这样,OK,好 那我们很快地去看看这个 solution 好了,那这个 solution 也是这样的 这个 metal disk 可以吗? 好了,那两边的温差就是10度 因为一边是0度,一边是10度 好了,所以我们计算出来的时候 就是它的存热 它的存热就是你把所有的数字都代入去 这个 area 就是它的圆形的面积 可以吗? 好了,接着就除这个 那算出来就是4.712V 它每秒钟的存热速度 好,然后呢 好了,然后呢 然后呢 接着就 就下去了 呃,接着就是Power成Time 就等于Mask成LF LF就是Latant Heat of Fusion 就是说,它现在就问你3分钟 3分钟可以传到的 传到的热速度是多少呢? OK,有一个地方错了 这里是没有一点的 就是4712V 好,所以我们一路做下去的时候 就是说 它每秒钟传热是4712V 可以吗? 传了3分钟 好了,可以令到多少冰去溶了呢? 这样,OK? 那这个就是 大家都记得 LF就是Latant Heat of Fusion 那除出来就是Mask 就是2.54kg 这样,OK? 好,那这个就是 它透过传热的方法 就计算有多少冰在3分钟里面溶了 可以吗?OK? 好了,接着它下面 都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那个 Fermal Connectivity转了120V的话 答案有什么不同了? 基本上呢,做法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今次这个 这个Fermal Connectivity 是代回120V下去的 那答案就是1.02kg